來分開你們的星盤 我們艾菲爾老師要告訴大家 哪些星座的人 在今年年底要小心 財多體弱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星座的題版 2024年底 要小心財多體弱的星座 那我們參考太陽跟上升 我們來賓呢 太陽上升 我們的字語是 射手配母牙 小Call是獅子配摩羯 千萬不要中 好 千萬不要中 我們來看一下 觀眾朋友也做一個提醒 來 第三名是上榜的太陽上升 牡羊座友 對 這個部分為什麼牡羊座友 那個雖然不要看到體弱 我們先看財多 牡羊座的部分就是 為了要獲得錢財 會幹嘛呢 應酬熬夜 但是它的身弱的部分 或體弱的部分 就是後遺症來了 體重增加 艾菲爾老師你最近好胖 錢賺太多了吧 我沒有這個應酬熬夜 我只是單純體重增加了 所以也是這個就是比較公平 公正公開了 就把我自己列綁上去 那沒想到這個 我們的字語也是牡羊座 那麼觀眾朋友 如何去改善這個現象 其實在二零二十年底 牡羊座的朋友 你會有一種很強烈的企圖心 幹嘛呢 希望能夠有一些成績 或者希望有一些作品 來當作是今年給自己的一個 期許 那麼牡羊座 他一直都是一個 跟自己競賽的人 我相信至於 一定是 對演藝圈有熱情之外 也是在跟自己比賽 希望自己的作品跟表現 跟才華是越來越好 所以為了要有一些成績出來 難免工作時間會比較長 那麼有時候牡羊座 需要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時候 那個靈感才會出現 因此有時候就熬夜 那應酬的部分當然是說 希望多認識朋友 多廣結善緣 多認識一個朋友 就是多一個機會 因此熬夜跟應酬的狀況 也可能導致牡羊座的朋友 餐食比較多 那可能過了晚上十二點 還在喝酒 都會增加自己身體的負擔 那麼如果觀眾朋友 你有這個現象 怎麼改變 你只要提醒自己 正常作息 那個飲酒就是要量力而為 千萬不要就是說很豪情 或者是很大方就覺得說 拼酒就能夠拼到一個朋友 不一定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提醒牡羊座的朋友 在二零二十年底以前 這個應酬跟熬夜要適量而... 就是量力而為 那麼體重的部分 就要自我管理 不要就是無限制的吃喝 那否則就會增加自己的 一些身體負擔 來 第二名上榜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星座 要注意了 射手座 我們射手座自語又上榜 今天是你的節目 就是你的專輯 來 射手座又怎麼了 我們來看一下 是屬於免疫失調 而且救急復發的現象 這個部分其實也代表說 工作的時間增加以後 即使你的身體受到壓力的 這個侵擾 會有一些免疫力下降的現象 比如說好像會容易 這個皮膚容易發炎 或者皮膚的狀況比較差 或者是說人家呢 去一個公眾場合沒有感冒 但你搭一個捷運 回來就流鼻涕就發燒 所以整體來講呢 是免疫力比較弱的時刻 有可能你的這個身體氣溫當中 比較虛弱的那個部分 會再度發炎 那麼這個部分就提醒我們射手說 多保養你的身體 尤其現在是進入秋冬時刻 比較多流行性感冒 或者說身體比較容易 因為風寒 遭到溫差大額 有一些流鼻水或咳嗽現象 這個部分都是注意保暖 就可以避免了 來看第一名的朋友 太陽上升 這個星座 財多身弱 我們來看一下 獅子座上吧 財重的 是 我們今天這三個名次 都是火象星座的朋友 也提醒我們火象星座的朋友 到了秋冬時節 2024年底以前特別注意健康 來 一樣是超時的工作 身心比較俱疲 那我們剛剛聽了 小CALL的一些這個夢想 以及自我期許 感覺上是一個人 要做兩份或三份工作 再加上如果說 你是經常晚訪兩地 不管開車搭車或搭飛機 其實那工作的時間 反而會增加自己身體的疲勞感 這個超時工作 會導致你身心比較容易虛弱 或者是感覺到 有一些心力 比較好像心力不從心的感覺 那再加上如果說大家對於你的 關心跟關愛 有時候你也覺得那是 無形的一種壓力 所以整體來講 牡羊座 獅子座 射手座 在2024年底以前 都會有這個現象 那麼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這個保養 那麼尤其我們兩位來賓 來上我們節目 我給你做一個提醒 你們兩位個別 那麼我們小CALL的部分 其實對於你的這個提醒 我覺得你的心臟要注意 對 你家裡面就是說 兩位其實共同的現象 就是說健康的問題 你們都會有一些家族性的狀況 比如說你的父母有這些問題 你們也容易有這些現象 那小CALL的部分 比較是心臟的問題 像你剛剛說的 你有脊椎側彎的部分 也許你的父母也有 或說你家裡面的一些 手足的部分也有 那也可能是跟基因有關 所以我覺得你做保養 做保護這都非常好 但也不用責怪自己 或是埋怨自己 是工作的勞累所至 有可能是基因問題 那麼我們治癒的部分 以你來講的話 你要注意的是 不要喝酒 我不喝酒 好險 OK 不要喝酒 好 不要喝酒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家裡面如果有一些 排泄系統的問題 比如說年輕人容易 久坐 可能有一些痔瘡問題 或者是說大腸的檢查的問題 如果有這些問題或現象的話 也記得每年做一個檢查 應該可以改善這些狀況 那麼就祝福兩位健康 也祝福觀眾朋友 人霞是年輕帥哥 你給人家算命算出 人家有痔瘡 像人家有痔瘡 我真的沒有 你這個你老實 你怎麼這樣 你也比較保留就好了 他現在就是要治癒 拿錢給他 希望這一段剪掉 我是直話直說 那我現在不能久坐 站起來 他沒有 他只是提醒你 謝謝 對 你自己也做很久好不好 就是很久 來 問志宇說 你知道今年三月 都還在兼差打工 你是要做一份特別工作 在整個膠囊旅館 對 因為我發現 這個工作很不錯的事 就是你出去不太會被人認出來 你可以戴口罩 戴眼鏡 戴帽子 然後在那邊清理 等一下 你找工作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你怕被人家看到 因為我不想要 我不喜歡社交啊 就人家看到你 嗨 你在這裡工作 對啊 我在刷地板 就很尷尬 所以 你是覺得地板丟臉呢 還是說 覺得不想人家同情 我覺得我好像很可憐 不喜歡社交 我覺得 她不想講話 對 不想賣禪 不想社交 就自己默默做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然後所以 因為教導女館很小嘛 就是拼那個換房綠 所以就是要一直打掃 換床單 然後一直蹲下 這樣起來起來 所以後來腰就很 不是很舒服 也是因為我之前去拍廣告 演跌倒的戲 就演一演我就真的跌倒 所以有閃到腰果 所以後來幾乎每一年都因為 某些原因就再會復發這樣子 我選手 對 後來 高清 就 那個 太誇張了 然後 有 太誇張了 就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